印尼日者双年展近期登场 这个自1988年起举办的国际艺文盛事 颇受各界关注 2011年起再推出世道系列 过去曾邀请印度 巴西 及多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家参展 台湾也在2019年起共襄盛举 全场共有34名艺术家参展 作品主轴除了寒瓜气候变迁危机 原住民部落土地遭掠夺 自然资源被采集耗尽等问题 也触及战争引爆难民潮等当代难题 吸引不少民众关注 这个展示会讲到 社会、政治、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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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印度尼西亚及澳洲国际 我希望这广园能够有良好的反应 也有良好的方法 学习其他文化 各地的世界的这种双连展 都会是一个我们艺术家发生 能够有机会展现的地方 开发这样的一些通路 等于也是让我们的艺术家 有更多的这个展现的机会 台湾今年是第二度参展 参展作品主要以海洋议题为主 促成台湾参展团体之一的 高雄美术馆指出 高美馆将目前正在展出的 泛南岛艺术季主题延伸到日者 也就是说 在日者双年展参展的作品 都代表上述主题的三个主要概念 包括从已知到未知 暗黑岛屿以及深深流转 参展作品其实是用不同的层次 或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讨论海洋 跟这个区域的不管是人文 或是历史或是生态 之间重新看待的角度 国议会讲助组总监蓝工旭指出 国议会三年前推动Arkway 不断开发国际参展资源 让艺术家有更多展现的机会 这也是支持艺术家的一种方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